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11号上午11点举行了接牌典礼 首任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 也亲自到场主持 花莲以及泰鲁阁周边机关社区代表 以及多位泰管署历任署长、主管等 全都来参加,场面热烈 陈茂春署长表示国家公园署的成立 代表着国家公园对国土保育的承诺 也有更重的责任 未来国家公园署在政府2050净零排放 碳汇的政策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投入跨域的研究与合作 加强国际合作 同时也会导入更多的社会力量 来参与国家公园的保育 以及经营管理工作 国家公园署的一个成立 我们对内来讲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跟我们行政院的政策 2050净零排放这些 未来还有就是说这个看会 还有这些调查研究 我们一定国家公园署要做各国家公园署的一个旅头羊 那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过去的这些 保育的这些研究 一定要做跨域的来处理 譬如说 像现在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些黑熊 我们几个管理处 那未来也跟这个 这个 林燕跟保育署这一边 还有相关的这些县市政府 也一定要做了这个跨域的一个合作 打造一个 大家共同来这个合作的一个平台 处长支持师也表示 政府组织在照 国家公园从营建署改立署 新成立的国家公园署 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工作 由国家公园署专责来读导 也代表着国家公园的责任更重 面临更多的挑战 泰晤阁它的珍贵跟特殊 那泰晤阁它是 它这样特殊的环境 然后让英格时期很多的物种 然后前来这里生存 园育 甚至变成泰晤阁特有的物种 那我讲这句话 其实是要介绍我们的一个背反 上面写一个 ARKTOO 这个ARK就是方舟的意思 那这六个字母 其实大家可能有点熟悉 因为它就是我们泰晤阁的英文 TAROKO 重新排列组合 这个代表说 泰晤阁就是方舟 那今天是管理处DN4的接牌 那可以说是另外一个起点 那表示我们未来 有一些新的挑战 那包括联合国 永续发展目标 包括政府的2050 竟然采放等重要的计划 那我想泰鲁阁都会代表一个重要的角色 泰鲁阁国家公园民国75年成立至今已有37年 是台湾最早成立的国家公园之一 不仅有泰鲁阁峡 清水断癌 高山地形精彩 从热带到寒带的生态 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 都是珍贵的特色 每年也吸引超过400万人以上的国内外游客造访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我老